这历大联盟开幕剩下不到一个月了 超人气的日籍球星大谷祥平 虽然动了手肘手术 今年只能以打者身份亮相 但是大联盟的官网认为他的打击不会受到影响 看好他可以连装选雷打王 另外Otanningsan还有一个好消息 洛杉矶道琪队的总教练Deb Roberts已经宣布了 说大谷祥平准备好了 将会在台湾时间28号的热胜赛 迎接道琪的初登场 2023年在大联盟斥掌风云的大谷祥平 一举拿下美联拳雷打王以及MVP 虽然2024年的Otanningsan经历了手术 也暂时把投手大谷封印 但是大联盟专家小组依旧看好他 会继续释放火力 大联盟有一份2024年拳雷打王的预测名单 五位选手是热门候选人 包含洋极的法官大人Aaron Judge 勇士的两枚重炮Ronald Acuna Jr.以及Vet Olsen 以及游戏兵的Adolis Garcia 还有世界的Otanning 只能说大谷在春训的打击太优秀 不把票投给他实在不合理 原本按照规划 Otanningsan要在开季前达到50个打席 才算准备就绪 如今在台湾世界26号 蓝帽军团宣布了好消息 大谷将在28号对战芝加哥白袜的比赛 确定登场 至于日本最强头 山本游升则是预计在29号开箱 新赛季各队都有新的开始 之前大谷在天使穿的17号球衣 由前皇家队的Hunter Dozier继承 不过就有网友调侃 这份球衣的分量变得不一样 从最好的球员变成近三年 最差的球员穿上 因为Dozier的WAR值 整体的价值数值 跟Otanningsan有着天壤之别 大家都爱拿大谷来比较 这位杨吉星同学也是一样 不过他确实很有一套 穿上条纹球衣的黄修头 在穿选热身赛就夯出了专队后的第一轰 三位球类打打得非常扎实 帮助杨吉以12比6大胜蓝鸟 新赞季他要跟法官大人 吸收战线超强打线 好想请问陈宇文林冲博宝 哈喽 我是林仙怡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氏新闻YouTube频道